狂风暴雨 全台警戒 中天团队 全台守候 我是戴力刚 天文 地理 为您权威掌握 天气脉动 尽情锁定52台中天新闻 去年初马总统那时候 是岛国军飞弹测考的时候呢 发生了跟美国人买的这个 麻雀飞弹失灵坠海了 之后试射又有两枚的飞弹失效 反正地上打空中打 通通都失灵就是了 然后呢交给美方的鉴定 下来一年半了 到现在都查不出来 为什么突刺 好啦 国军七月呢 要进行三军联合飞弹测考 几乎每一年都要考的 这个麻雀飞弹 已经悄悄被剔除掉了 但是跟美国买的 这个麻雀飞弹 一颗640万 还有几百颗都没有发射 马总统再度以三军统权身份 主持将官敬愿不达 即授杰典礼 表情轻松 不过去年 士岛国军飞弹测考 却是艳面无光 啊的一声好尴尬 因为美智麻雀飞弹 居然乱飞 天兵航空系统 陆基型麻雀发射后 10秒就坠海 挂载在F16的空射型麻雀飞弹 更是6秒就自爆 事隔一年半 美方调查报告却还没有下文 美方他们初步的报告 已经向空军做了说明 所以哪一声 对不起 这个部分的话 我可能会有一些保留 以示射敏感拒绝和外界解释 麻雀飞弹凭吐锤原因 可是国防部民国85年 向美国采购的麻雀飞弹 合计数百枚 一枚造价640万 现在状况多 连国军都不敢射 难道要成为飞弹吗 7月三军联合飞弹测考 麻雀飞弹射击确定出军 其实在国军的精准弹药射击当中 并没有说每一次要把所有的飞弹 全部一次射击完 就怕麻雀又乱飞 往年演习几乎必射的麻雀飞弹 军方藏得头头是道 麻雀飞弹好像已经改名变鸵鸟飞弹 就是黄剑林驾驭 安享祖台北采访报道